套房供给增110% 包足待管想4%投报率 高雄最近推案都以2到3房的小宅为主流 然而想要当包猪公包猪婆的 最近有些套房产品可选择哦 苹果新闻网一公会揭露的申报开工数量统计 2011年到2013年申报套房或一房开工仅480户 之后每三年分别为606户与1278户 套房推案量有逐年推升趋势 2017到2019年间较2014到2016年 激增110% 小港区由开远建设推出的新案 前进高雄一二期 都在汉民商圈进捷运红线小港站 建案署首场推出包猪代管个案 销售不到一年几近完售 主要是中刚中有中船 还有高雄机场的人员 另外来讲还有高参的学生教授 这些都是一个客群的来源 里头家具全包办一卡提箱即可入住 所看到所有的东西 我们是全部都有做一个附赠 包括我们的冰箱 冷气 沙发茶几 热水器 床主 衣柜 一级产品有套房与一房 套房两间为一销售单位 均价为330万 约收住1.3万元 投报率约4.72% 第一房一厅以为产品规划28户17瓶 总价340万元 运收租1.2万元 投报率约4.2% 二期则全为一房产品 我们这种产品来讲 一房一厅跟套房的部分 其实投报率保守估计 至少都是4%以上 一起建商帮你找房客 一起来讲我们是 左卫座的包租代管 公司这边是帮你做一个保证出租的 我们大概约两个月左右 我们就全部出租完成 在二期的部分 我们做所谓的代租代管的部分 然后我们全部交由保全公司 这边作为处理 无论一二期前两年免管理费 除开远建设外 甲山林也有推出高租金报酬产品 虽并非全一房或套房 但位属市中心地段 建案也颇受青睐 如他们与郡都建设核建案滨海 就在亚洲新湾区核心 周边有三多商圈景林高市地标八五大楼 基地于1110坪 规划三大栋建筑 坪数约15到35坪 也考虑以包租代管方式来抄售 去年推出的那个时尚地宝 我们就是有沿用这个 三年包租15%的方案 滨海预计可能会使用这个方案 目前的话详细的一些包租方案及投包率 我们还是要等公司开盘之后 我们才会一边跟客户做一个解答 打着出租宅的幼义卖房 的确能拉抬不少买器 苹果新闻网也要提醒民众 投包率算法 四年租金除以购物总价 总价是否包含家具家电 区断租需求高低等 还有无龄增加 均会影响租金行情 令逐月到期时能否无缝接轨 都会影响投包率 想要当包租工时 都得要把这些考量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